山頭颱風來襲的時候 在3號的船渠這邊 遊艇在這裡停靠 但是沒想到這風力非常的強 導致遊艇相互碰撞 結果就發生有受損情況 高雄遊艇業者就出面表示說 發現疑似是遊艇的這個懶裝 沒有做好基礎固定 只是焊接上去而已 懷疑是有偷工減料 導致這個有災害發生 來聽一下業者的訪問 質疑是因為這個船渠的豆腐渣工程 導致遊艇受損 不過海洋局這邊也表示說 在颱風過境的時候 是船主主動提出 是需要使用到3號船渠來避風的 只是這個船渠設計 當初是提供42尺以下的遊艇來停泊 當天停了5艘 不過除了風速大之外 停靠的遊艇尺寸也超過了 當初停泊的設計42尺 而且經過了解 這設計的羊角焊接固定的骨架 是沒有問題的 事前又提醒船主要自行負責安全處理 那後續針對業者提出的質疑 將會再進一步的釐清